不知為何這個系列 我以為是飄不明顯 大很多好行很多 那些貨量總算是多很多 還要比香港賣平一半 真的挺有趣 大家猜猜這個閃靈令作 這麼多花款 這麼可愛的是什麼 這輛騎馬無火車 就在這個座椅裡面 Hello 大家好 我是花 今天這條影片 就跟大家分享 會跟大家一起走 我在日本最喜歡走的 幾家八元商店 本身已經很划算 由100至1000日圓都有 再加上日圓大一點 100日圓 即是五個多 第一間我們就走這裡 因為Vicons是我光顧得最多 以及最喜歡的 今天我們走的第一間 是位於元宿的Vicons旗艦店 因為這間比其他分店 會多一點點特色 一天門口 通常會看到他們最新的聯繩 不過這條影片 我是11月中的時候 在東京拍的 所以這個Cross Over已經結束了 它去到13號 而去到今天應該轉了幾轉 不知道現在有Cross Over的什麼呢 和我一起成長的主婦們 一定要來廚具部 超多奶油式的東西 超漂亮 上個月Vicons的IG就出了 2023 Best Seller的Post 這個食物盒 是廚具部的第四圍 想知道其他排名 可以去他們的IG 他們的IG ID就是這個 超滑的 這個是坐椅子用的 我可以放在我的長椅子上 在Vicons我買得最多 一定是它的耳環 全部都是300日圓 真是抵到哭 還有款式和手工都不差 這對我上次來的時候已經買了 超好搭 哇 這個系列好漂亮 超有質感 500日圓 但都抵的 很有質感 其實這個都挺漂亮 咦 但這個輕很多 哇 這個正 1000日圓的都抵的 有點心動 但很大塊 如果我住在日本 我應該會經常來買東西 換家具擺設 猜猜這個是什麼 是花瓶來的 看真點 原來它是花瓶的衣服 可不可以只買衣服就 Cannot 它是一套的 哇 這個很適合我河車 又是用那些明畫做出來的裝飾 哇 好漂亮 還剩下三個 還要 超想買的 哇 差點跌了我們 還想買的 這張 放在哪裡 但我們一起猜猜是多少錢 是800日圓 你老了才拿 心心念念經過幾次 超想買這雙襪 好吧 買了 想買這種頸巾 Annaz是他們自家出的 彩妝品 一點都沒有拿樓灘 你看多出色 還有我最近瘋狂買的夾貼 連整支甲的登機都可以買 另一個這間旗艦店特色的地方 就是它有些客製化 即是做印名印字的產品 不過我看到很多產品都要掃牛了 還有還有 雖然其他Vecones分店都有食物 但旗艦店真的非常多 非常齊 是一間我們來到日本最大 位於池代的大創旗艦店 這裡就有我們最熟悉的Daiso 之前在香港都買了這個盤的方形 用來放香水 到現在每次看到都是賞心悅目的 我剛才看還有這個 不過裡面實在太骯髒了 什麼事 再多看兩眼 原來有一個是這樣的 會不會差太遠 這個很漂亮 它是磨砂質地的 這樣實在太划算了 300日圓 但是玻璃不買回去 我很想買這些 買那麼多做什麼 不要 這個我家樓下的Daiso 我都看過 之前看過好幾條100日圓店的推介片 都有推介這一款 我本人雖然沒有買過 但它用來收納 然後像在雪櫃裡 的確有幾方便 還有很多不同的款式 不同的形狀 除了杯之外 這裡的刀刀叉叉根根 都有很多不同的款式 只是片牛油的刀 都有那麼多種不同的玩法 大家猜猜這個閃亮亮 還有那麼多花款 那麼可愛的是什麼 全部都是白潔布的親戚 講到清潔 怎麼會少他們的重槽 電解水 絕對是我回購到最高的東西 不過這個有點重 所以我還是留在香港才買 收納箱 一樣都是留在香港才買 單索每期都會和不同的卡通人物 聯成推出產品 這一堆就是今期的Sanvio周邊 大家懂不懂這個人物 我小時候都挺喜歡這一隻 不過它出的產品比較少 甚至牌子上面有這隻兔子 但這一堆我都看不到它 就算這些有一堆人物的產品 都沒有去過 Kulami真的很多 果然是全球民選的第三位 還有第一名的肉桂狗 還有上次沒有提過第二名的布甸狗 這裡還有兒童樂園 玩具區 這一幅模型 我家樓下的單索也有 但這裡真的很多款 還要比在香港買平一半 真的好可愛 我都選擇困難剩了很久 千辛萬苦地選 最後選了三包 3Coin是沒什麼文具買的 但單索很多 尤其是貼紙 每一次我都要不停提自己 真的不知道買回去做什麼 但真的很漂亮 這間旗艦店的確比其他分店 大很多好行很多 它的貨量、種類都是多很多 連假髮都有賣 我都是第一次見 每一間單索都有零食買的 但你看到 超多 幾版給你選擇 雷神朱莉 100日圓有三包 真寶珠 100日圓三粒 大創旗下還有VIPI VIPI應該是和VCONS打對抬 因為它的產品都是以300日圓為主 但還是有超過300日圓和200日圓的 不同的是VIPI是有少女風 比較多糖果色系的產品 這個Style的杯真的每間都有個差不多 這個型就有點不同 這個超美 不知為什麼這個系列 令我想起偏靈焰 300日圓有個杯有個蓋 真的很划算 但它有什麼特別的用途呢 300日圓買 買 買 嘩這隻碟都挺漂亮 擺首飾 好 不過我想應該很熱 都說大家對台 VIPI的耳環都是大創旗下最多的 然後有便宜版無印之稱的Stand Up Products 最便宜的100日圓 最貴都是1000日圓 全部的性價比都是非常之高 我覺得今天介紹的裡面 它的質量是最好的 如果我是在日本住 我應該會整個屋都是Stand Up Products的東西 為什麼就這樣一棵盆桌 都特別漂亮 但是留意植物是不可以入境香港的 金字毛巾是日本最高品質的毛巾 500日圓 1000日圓就有了 很划算 不過我這次沒有買到 下次要買回 這個保溫杯我去年買過 但它的保溫時間只有4小時左右 又是極度後悔沒有買系列 真的很想不同顏色 DISDISDIS不要 其他全部都要 還有一些質量 OMGOMG 你看多漂亮 不過我的廚櫃已經被我擲爆了 這些小小的 但都沒有位 因為我上次真的買得太多了 嘩這個好可愛 這麼小 是花瓶來的 這隻跟剛剛VIPI那隻是一樣的 不過這裏就有不同的尺寸 連保鮮袋 花呢 都要選擇了 還有毛巾 毛巾很多的毛巾 我真的想不到還有什麼說 音樂吧我們 音樂 音樂 好 回來啦啦啦跟大家分享我這次到底買了什麼 就在這個袋裡面啦 但其實不是很多的 主要是這個袋 在影片裡面大家都看到我買了這一張筋 好厲害 咦 掉了什麼 唉 又掉了東西 爛了 還有一些不知道要哪裡 這是我這次買的東西 特地拿進來就想跟大家說 說回這條筋吧 那大家提前去看影片的話 也知道它是在3cons買的 這條筋就是我們躺在沙發的時候 如果覺得冷的話 就可以用來蓋一蓋身的 不過你看到其實它不夠大的 它是不可以由腳底蓋上身的 所以其實我是很少用它來蓋身的 最主要其實它是我的沙發的新衣服 我就會把它摺起來 然後這樣鋪在沙發上 就好像幫我沙發穿了一條頸巾 有一點點醉 所以它最主要的作案其實是用來粉飾我的沙發 我很少拿來蓋身的 還有呢 現在沒有了一股味 它剛剛買回來的時候是有一股 那些工業味 那些臭地脂的味道 但它明明不是那種質地 它的質地其實是很舒服的 八百日圓的 即是八六四十元 四十多元左右左右 是不是很划算 所以如果大家去到Feecones的話 也可以去看一看 而且它也有很多不同款的 我前幾次去Feecones也是最多收穫的 但因為我這次趕著走 如果大家有看我EP1的Vlog應該會看到 我趕著去會合我老公 又是在影片裡面看到的 就是這雙襪 這雙在家裡穿的襪 看到它的質地大家會不會想 會不會很刺腳的 完全不刺腳 十二月尾的時候 突然間有幾天很冷 我在家裡真的有穿到它 因為我也是那些手腳會冰冷的人 它這個質地 如果大家真的穿著它出街 穿上鞋子的話 就真的可能不太舒服了 提提大家 Feecones它是Tax Free的 不過就要買夠五千五元 我這次就買不夠 所以我就沒有退到 第一樣來自Daiso 它是300英的 就是這個盤 我是打算用來放 不知道 還沒想到 六三十八 十八元以下就可以擁有這個 軟 然後這個是100日圓的 主要是買來給我老公用 因為是它負責洗碗的 就可以這樣刷刷 這個我在香港也見過 但我看到它很細小 而且大家不用留下包裝 是有很多個不同的形狀 用來刷不同的工具 而且它這個盤子的位置 它是說有用的 色氣毛巾 這個我是一直都買的 之前在香港也買過好幾包 都有推介過大家 又是夠細包不是那麼阻擋 它另外有一款是小小粒的 那個就是剛剛好這麼大塊 我這個包裝是紫色 小小粒的那個是綠色的 小小粒每次去旅行的時候 拿幾粒就夠了 非常之方便 所以如果大家去Daiso 看到它幾粒 不妨可以多拿幾包 不過我這次去最大間的Daiso 都看不到它 這個是在我酒店附近的一間Daiso找到的 但是找不到小 如果大家知道哪裡有小小粒的話 請告訴我 因為我在香港也找不到 我以為自己好一點 但是不知道為什麼 一拍片就是這樣 好了 另外買了兩支Soft Gel的指甲油 即是要照燈那一款 就這樣塗 是不會乾的 一定要照燈 平時在家裡的Daiso 其實都看不到 12元一支 但是因為家裡已經很多 就沒打算買來試 但是這次看到6元 所以就買了兩支回來試 接著就到大家剛才的影片也看到 我就買了這個超級迷你版的LEGO模型 但留意一下它不是真的LEGO 就是它不是跟LEGO合作的 但我看到這個樣子 我都會統稱它為LEGO 其實我是買了三包 但有一包我已經送給我的侄女 雀仔 還有這個鸚帽 這個鸚帽我已經組好了 就是我剛才剛剛跌了地下那個 所以現在它碎了 它上面還有一個啡色的一支東西 給它站著 但是不見了 剛剛跌完之後不知道去哪裡 我待會再找一下 香港我也看到有的 但就是沒有那麼多 而且它也是100日圓的 又可以玩 又可以擺在這裡做裝飾 很多都很有趣 始終不是跟LEGO合作 它承接的位置很容易脫 輕輕地弄就脫了 它還脫了嘴巴 我本來有嘴巴 好像有大阪拿在這裡 還掉了 另外它真的很小顆 所以組裝的時候也有一點難組裝的 尤其是我們做GEL夾 我已經不是長的那些 都很難拿 有幾顆我是要叫我老公幫我做的 回到12歲以上 因為它真的很小顆 終於忍不住 去了幾次打掃 每次我都說 很想買貼紙 今次失手了 買了這麼多張 它有很多不同的色彩 這個就是blue彩 這個就是粉紅和粉紙 如果你有寫那些手 那些什麼 那些 schedule 即是一大本的手帳 這樣就會有用 我就不知道有什麼用 但是很漂亮 所以買了回來 另外呢 就有這個狗狗 其實老實說 我對小動物本來是沒有什麼感覺的 但是自從我買了那隻狗狗叫Aqua之後 我 不知為什麼愛上了狗狗 超有趣超像人 變成我現在經常看到那些狗狗 我都很有代入感 我以前是完全沒有的 不要這麼自戀 是這麼說自己 說回這張貼紙 好可愛啊 這個 飛色的那隻就是Aqua 最後一張 Daiso之後 我們就有VIPI 那VIPI我這次就買了四張夾貼 經常都不懂得睡 到底它們真的只是夾貼 即是只是貼紙 還是照完燈之後會變硬的 但我相信這個300元這麼便宜 應該是純粹貼紙 但也要加一層GEL在表面 才會比較硬一點 那我就選了這四個款 又在VIPI買了一個基本款的耳環 但這一堆就有一點點重 Stand up products我就買了這兩樣東西 分別有這個香味膏 應該叫做香體膏 就可以這樣塗在這些位置 它只有微微的香味而已 應該不是我還沒病好 應該它本身就不是很大的味道 但這個也很香 它出了整個系列 沒有記錯 有手霜 沖手液 還有香體膏 總之是有一系列不同的東西 我就買了一個最清的Lily美回來 又買了一個環保袋 之前也買過很多環保袋 但真的沒有那麼小顆 真的小顆到我用一些很小很小的袋 或者那個袋真的不夠位 我將它塞在我的褲袋三袋 它都不會很突厚 不會變成一張磅磅一大塊 好 但我買這個黑色真的很像垃圾袋 拉開它就有這麼大一個 正常size的環保袋 這麼大一個 我現在出門都會把手袋拿到 因為基本上出門都會買東西 而我平時揹這袋是絕對放不到東西的 不過我要留意一下 雖然它很大 放到很多東西 但是我不敢放太重的東西 我怕它好像很容易爛 如果那時候真的要外出買菜 或者是超市入貨 我就不會帶它 我會帶一個厚少少 條帶粗少少的環保袋 以上就是我金銅在東京之內 在百元商店買的東西 其實隔起來 我家裡也有不少在百元商店買的東西 但因為片長的關係 不可以全部都拿出來和大家說 所以最後我就選了三樣 性價比最高 大家去日本的時候可以帶回來的東西 第一樣我最推薦的就是這個 兩腳的USB插頭 每一間百元商店都有 我這個就是3Cons買的 沒有記錯是1000日圓 我們香港人這麼喜歡去日本旅行 東京、大阪、福光、北海道 不想每次去都要帶一大塊 全世界都通行的那塊萬能插 甚至兩塊 因為我們有很多東西都要充電 尤其是我拍片 每一晚都要記住 這個充電完之後要充電這個 明天起床要充電這個 要把握好時間 所以我決定下次再去日本的時候 我都會買多一個 可以同時間再充電幾樣不同的東西 那我就不用那麼精神緊張 很怕之後拍片 原來這東西還沒充電就糟糕了 第二樣其實是剛才這個毛巾 我覺得真的非常好和性價比很高 但因為我剛才說了它 所以我就給了一個機會 它啦 因為我用得很多 而且我覺得真的很漂亮 這個我就是在VIPI買的 在VIPI我另外還買了一系列的碟 買了五、六個顏色 但實用度來說 我覺得這個碗會實用一點 最後一樣就是我耳上的耳環 沒有記錯 這隻耳環應該是在VIPI買的 但因為VIPI和VIPI的耳環其實都非常之相似 都是走那種八搭基本款 你不會看到那些超級花巧 或者超級花花的耳環 不是好像都有 但我沒有看就眼了 不記得了 這隻耳環其實我平時拍片 使用度都非常之高 另外我耳上這個 這個也是 不知道是VIPI還是VIPI買的 總之都是300日圓 還有兩隻 另外那隻不是這個珍珠款 沒有記錯就這樣一個圈圈 但我就帶這隻珍珠多些 所以VIPI和VIPI耳環都很推介 不只是這隻 很多都很漂亮 但因為真的很多耳環 所以這次就只買了一對 如果大家有興趣可以看看我上一段影片 那次就一次買了好幾雙 好像十雙耳環都有 日本的百元商店 我覺得是一定要走的 因為真的很好走 而且性價比非常之高 每次進去都會不小心買了很多東西出來 重點是就算真的買了很多東西 都不是太傷荷包 所以大家去日本計劃行程的時候 記得要挖一個時間 給百元商店 日本的百元商店 其實不止這幾間 如果大家有興趣想我再拍多集 介紹我另外幾間百元商店有什麼買的話 快點在下面留言 還有按下手指 如果這條影片夠... 多少好呢? 因為這次的成本比較高 4000個Like 那我就馬上買機票 計劃一下 轉去日本的行程 再拍給大家看 4000是真的有點多 因為上一次 2000也不夠 上一條圍果夠2000 我就拍多一條影片 但是不夠 如果大家也有興趣 就真的沒有認識你的 手指公 快點按下一個Like 每一個手指公都可以影響到賽果 和我之後的決策 所以你的手指公是非常之重要 大家有什麼想說 或者有什麼影片想看 都可以在下面留言 或者跟我聊聊天 約定你下條片再見 Bye 字幕作為它 之後 那很多人普通知 字幕組み方 追加